那气象局在今天早上的8点30分 还是持续针对第20号台风泥沙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在这边气象局首先提起大家 虽然泥沙台风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它对陆地上的风雨影响也是相当的大的 除了今天明天两天北部东半部的雨势之外 明后两天东北激风增强 风力还会再增大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回到台风动态的部分 那台风的位置目前是在我们俄兰比南方 大约290公里的海面上 那持续的朝偏西的方向往东沙岛的海面来移动 那所以对我们的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已经构成威胁 所以请这一代的航行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那台风强度的部分 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25公尺 那暴风半径是150公里 那随着它偏西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预计它的强度会再稍微的增强 那半径也会再增大 那这点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影响最大的就是风跟雨 那我们首先从雨势上来看 从雨量观测的部分 这是从昨天的零时到现在的雨势 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雨势 还是集中在我们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那特别是新竹以北的山区 还有宜兰的山区的雨势更是明显 从我们的雨势的排行上来看 那从昨天到现在最大的雨量 出现在台北市的寝天缸 那累积雨量到8.30分是754毫米 另外在宜兰大同乡的热水分啸 它的累积雨量也到658的毫米 那另外的话在新北跟新竹的山区 累积雨量也有来到350毫米以上 这些都是雨量比较大 比较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现在的现况上来看 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雨量 从雷达回波图上来看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目前其实全台都融在 在比较广大的云带当中 那特别是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雨势上来讲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其他地方来说 也有比较间歇性的雨势发生 那从未来的预报上来看 从未来的预报上来看的话 我们预计未来的它的雨量上来看 还是会比较 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 OK好 从定量降水预报的趋势上来看 我们今天的雨势 其实比较集中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就是今天受到未来环流的影响 比较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大台北宜兰跟花莲 雨势上来说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那随着台风往西的偏西的方向上来移动 我们会看到雨势会比较集中在我们的大台北 跟我们的宜兰这边的地区 是未来雨量比较多的地方